半碗清水赵乾坤 一张灵符命鬼神 脚踏阴阳八卦步 手之木剑斩摇魂 在许多8090后观众心目中 林正英才是大萤幕上最有安全感的男神 30多年过去 由他引领的香港僵尸片大浪早已退去 木然回首 香港僵尸片起于林正英 也随着英书离世而没落 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英书演艺生涯中 那些重要的僵尸电影 1969年17岁的林正英进入电影圈 刚开始做的是龙虎武师 打熬了几年之后 当了武术指导 并开始出演一些小角色 往后十余年 英书不以表演出名 反倒是两度获得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 甚至传闻 李小龙在拍摄龙争虎斗时放话 林正英不在场就不开机 今天如果英书还在世 或许能够获得不亚于八爷原和平的成就 1981年 英书在电影《败家载》中 饰演永春名家梁二弟 一首短桥永春 至今仍被视为永春拳的教科书般表演 但是属于林正英的时代 四年之后才会来临 1985年 一个名叫09的医眉道人 以柄陶木剑搅动了香港影坛 僵尸先生上映 狂揽票房2000多万 自此掀起了香港僵尸片的大时代 然而跟风无数 却没有一部能够超越僵尸先生 僵尸先生的另一个名字非常有趣 叫做暂时停止呼吸 乍一看还以为是一部文艺片 实际上这是描述对付僵尸的法门 僵尸是因为人死后有一口气聚在喉咙 形成尸气变成僵尸 而他伤人也要靠辨别气味 于是我们就看到九叔和秋生 在片中摒弃躲避僵尸 这紧张又逗趣的场景了 僵尸片是个框 恐怖 搞笑 爱情都能炒礼装 恐怖不用说了 这搞笑就落到了九叔的两个徒弟 秋生和文才这对火宝身上 尤其是许冠英饰演的文才 贡献了全片大多数的笑料 至于爱情 则是钱小豪饰演的秋生 与王小凤饰演的美丽女鬼的故事 殷叔 许冠英和钱小豪 这三人凑到一起才叫完全体 只是师徒三人却是聚少离多 1986年僵尸家族上映 说是续集却完全走温情路线 殷叔来到现代当起了老中医 没了两个徒弟耍宝 来了一个蠢萌的小僵尸 僵尸也有了人性 但电影却差了一口气 不过僵尸在汽车上跳跃 仍旧成为了影史经典 到了林坏先生 九叔回来了 但徒弟却变成了僵尸先生中的队长 只不过这次九叔不斗僵尸 而是捉鬼 到了这里 僵尸先生三部曲就结束了 这三年间 跟风作品无数 观众渐渐对僵尸片审美疲劳 没有林郑英的僵尸片 怎么能叫做真正的僵尸片呢 1989年 英书自导自演的《一眉道人》上映 中国道士与吸血鬼摆开架式斗法 再加上钱小豪的回归 保持了僵尸先生的原味之鱼 加入的新元素 也让人眼前一亮 到了1990年的驱魔警察 僵尸片又和当时流行的警匪片结合 英书扮演的退休警察 用法术办案 现代与传统 科学与玄幻 混搭之中 还有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辨 香港僵尸片大时代 少说拍了百部僵尸片 然而大浪逃杀 唯有英书坚持了下来 1991年 僵尸至尊中 英书又把僵尸的概念进一步解释 推出棺材军的概念 一口怨气上了喉咙形成军 这才有了尸片 才有了僵尸 同年又拍了一部非洲和尚 中国道士跑到非洲大草原上 斗僵尸笑料不断 此外还有我解说过的 林幻至尊和音乐僵尸等等 一些新学院的注入 加上英书的金字招牌 僵尸片虽不像以前大红大紫 但也有其稳定的市场 1992年 九叔 秋生和文才 师徒三人再举手 新僵尸先生上映 反响一般 大荧幕上 僵尸片似乎走到了尽头 1995年 亚式巨资礼聘音书出演 电视剧《僵尸道长》 收视率一度破表 继九叔之后 英书塑造了又一个道长形象 毛小芳 然而冥冥之中 自有天术 喜欢饮酒 再加上过度劳累 英书罹患肝癌 最后的那段日子 一向不愿麻烦朋友的他 平退亲朋好友 于1997年11月8日 与世长辞 灰泪洒酒 英灵地 稻妻长存 天地人 红线糯米 金油载 不见当年 林正英 2013年 麦俊龙指导的僵尸 汇聚僵尸片风光时 一众熟悉面孔 起初这被认为 是香港僵尸片的起死回生 谁承想 却是一次回光返照 盘旋在喉咙里的那口气 终于还是吐了出来 香港僵尸片的故事 也就到此完结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伍杰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